从小小的快男到百亿票房先生 有人说欧豪是靠自己的努力 也有人说他是靠女人上位 这个真相究竟是什么呀 马思纯在一次节目中被问到有没有谈过恋爱 马思纯立马痛哭流递 表示自己谈过而且话脸话外显得遗憾 有人表示马思纯公开过的男朋友好像只有欧豪一个人 当天两个人在拍摄左耳音隙声情 关闲之后也经常在社交平台上互相喊话撒口粮 简直是羡煞旁人 然而最终两个人还是分道扬镳了 对此很多人都认为这欧豪是辜负了马思纯 因为马思纯在和欧豪感情结束之后 就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很有可能就是情伤导致的 看得出来马思纯确实很爱欧豪 当年这欧豪啊还是一毛头小子的时候 马思纯经常会有意无意的提拔他 甚至费心费力的给他拉资源 欧豪也因为马思纯这个台阶 慢慢的发展的越来越好 以至于逐渐和马思纯拉开了距离 最后还万恩负义离开了马思纯 不过也有不少网友觉得 连儿当时就是和平分手 欧豪离开马思纯之后明明发展的更好了 这总不能因为沾了马思纯的光吧 而且印内很多大腕对欧豪的评价都很高 人家不仅有天赋有才华 更是一个十分能吃苦的小伙子 他这几年接的基本上都是动作剧居多 每一次都要耗费很大的体力 有时候甚至会遭遇生命危险 即使如此 这欧豪从来没有用过替势 泡水手上什么情况都有 这如果还不能成为百亿票房先生 那是天理不容的 而当初和马思纯在一起的时候 欧豪并没有把重心像现在这样 放在事业上 所以很多网友甚至认为 马思纯不仅没有帮欧豪 欧豪在离开马思纯之后 其实发展得更好 还有部分网友认为 马思纯的家境就算不演戏 也衣食无忧 但欧豪必须得靠自己 男人都是有自尊心 不想被外界议论 他想先完成世界也没错 总不能因为 甩了一个人就有罪了吗 欧豪的可塑性 肯定是未来可期的 对此您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